汤姆索亚历险记事 没那么复杂 很简单 竟然看完了 竟然看懂了 真的特别高兴 完全觉得好像另外一个我出现了 有点那个感觉 你这让我想起 有个女作家叫颜格林 她就说 她说她也现在尝试英文写作 这就是双重人格一样 她说英文写作里的我是鲁莽的 是直率的 其实是因为英文不太好的 但是中文写作里的我是老坚俱滑的 是曲折的 是含蓄的 还真是这感觉 但也有反过来的状况 还相当多 很多不是母语 是英文的英文作家 像康拉德 他们都会变得 那个英文反而是特别修饰 讲究 特别讲究 恰恰因为那不是母语 你怕写的不好 所以她就走上了另一条路 就像咱们穿西装 对 但是我当时的感觉 就因为我们老师要求我们把就是读完那本书 他让你把选一个场景 然后写台词 就是 变成一个剧本 你学的是算是叫什么专业 普通的普通的 很普通英文 可是他老师有一些方法 他就是让我们把就是一段关系 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写成台词 我就写完了 其实写得特别高兴 可能用的都是就像你说 就比较简单粗暴的语言 但是 但是特别好玩 而且就开始萌生了 就是难道我以后也能用英文写一句话的感觉 对 当时感觉就是说可能写的不好 但是我相信别人都能明白我什么意思 就还挺有意思 所以真的是打开一个世界 对 所以学外语很重要 我真的觉得 中国的外语学习 就是传统上 比如说看现在我们去补习班或什么 都是考试新的外语 其实很少告诉孩子或者告诉学生 你学多一门外语是进入多一个世界 对 就等于你的人生中多了一个次元 你因为不同的语言 他观察世界 处理世界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而且教学方法也挺不一样 就是我到那去上课 就基本上做的最多的是叫 叫presentation 就是每天上去给人家讲解 你做一个什么 我想说一个什么题目 或者老师给你一个什么题目 就站上去 就像演讲那种 就是每天就是 反正不管真的假的 听懂了没有 全英文 那你行啊 反正就是 就也能凑合说 但是别人也大概其能懂 但是说的就磕磕巴巴的 我就记得我紧张死了 就是比我上台干什么还紧张 说了半天 而且经常英文会那种 就说了半天突然觉得 因为我英文其实很烂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就说的突然就这么白了 我说中文的时候 有时候也有这感觉 就中文你都会有时候逻辑 突然说乱了 英文就会彻底乱了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然后我还接有一次下课 因为我口语还可以 但是我认识的词位量特别少 然后那次第一次 presentation做完了 一个日本同学就说 说你英文太好了 说你是不是 日本同学说的不算数 直到有一天 我出了一个特别大的笑话 我是完全英文的文盲的那种英文 说老师让我们写一个作文 就是我就写一句话叫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然后我就怎么看这句话 就觉得不对 哪有点不对劲 但是死活就没看出来 然后就交卷子 When I was in high 什么时候 就当我在 high school的时候 曾经在 high school的时候 然后回去我才发现 我把那个high school写成high 因为还有一个jh嘛 hijh嘛 我就写成一个high 当我在打招呼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high school 然后可是当时你就看着那个东西 就觉得哪不对劲 就是是不对的 可是怎么也看不出来 后来同学们当我看到 我写high school的时候 就知道我英文有多烂 但是我听你这么说 你是达到了孔子讲的这个境界 你说学英语要能学到这儿 叫什么呢 学不至于乐 不可谓之学 就是说你学什么东西 没到能够当乐趣给人家讲出来 你这个就不能叫学问 所以徐老师这个 他是学问 行吗 反正是很丢人 我当时因为考试的时候 突然考了一个一共六级 我考到四级班 我以为我也就是什么 二级三级这样 然后我就挺 就很高兴 就觉得我居然能上四级班 然后做完那篇作文之后 我就想完了 就老是说 什么四级班怎么会 留级吧 当班 对留级 那后来呢 没有留级 其实我觉得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 总是把学习变得很苦 是不是 我最近看一个书很有意思 讲到一个年轻人 说到他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在 还是名牌大学 在耶努念历史 念古典希腊史 你想想看 那是多枯燥的一门课 对不对 但是那个老师要怎么教课呢 就忽然有一天上课 跟同学们说 同学们 您知道以前 希腊 雅典海军 老师要带着自己的奖 跟坐垫 那时候打仗的这样 家伙自个儿带着 带上去 说你知不知道 当时他们为什么带着坐垫 可以那么划船 又不磨坏屁股吗 然后呢 同学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 行 下礼拜我们模拟一次 然后几十个学生 就模拟海战场景 看到他们原来 他们学古典史 都学的这么好玩 真的有乐趣 因为我去上课 其实是找那种 跟小时候读书 完全反着的感觉 只要有问题 我就举手 有时候你跟他争论 你会担心 这个老师会不会觉得 这个学生 有点挺讨厌的 或挺麻烦那种 可是老师还挺 就是挺喜欢 他就说 你的性格 就像一个洋葱一样 就是你外表是那样的 但实际上你是那种 因为我经常跟他争 比如他让我们读的课文 但我确实挺烦人的 我自己也觉得 那个学的是那种 我忘了那个人叫什么 是一个古英文的 那么一个 就对于我们四级生来觉得 就是一页纸 我要翻一百六十个生词 两页纸还是一页纸 就是完全就是不认识 而且那个英文 也不是我们日常那种 中古英文 对 有点那个 是一个那个 哎呀 就是一个写 侦探小说的鼻祖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我一下想不想 侦探小说 是美国这个Alan Poe 对对对 就是他 Alan Poe不算很古 不算很古 但是对于就是 我们这种水平的来说 就算 对你不算很古 对对对 有点深 因为我打给一些朋友 他们是就是美国人 或者什么看 就说觉得这个太深了 而且很多词 已经不太用了的那种 我就会因为这个 每次一上课念这个课文 我就丧不大眼的 然后老师就说 你为什么这个表 我就就会说这些 可是他不会因为这个 他就觉得 他就会给我讲一堆 人生不只是好的东西 人生还有很多 就是不好的东西 阴暗的东西 但是我心想 就是我比老师年纪都大 我当然有一种 就是说你还跟我讲这个 我当然知道 就那种感觉 但是挺好玩 就我们建立起一种那种 有点辩论 然后有点什么那种关系 老师结业的时候 其实很喜欢我 我们俩关系都很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全球转型企业合作伙伴 零污染导国新西兰发生离奇事件 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就美国啊 对很多人的这个影响啊 太大了 就你看刚才我就讲这个 严格林啊 我就看他一篇访问 他就说啊 他说我在美国15年 可以叫十年一决美国梦 他就这么说 他说我现在写小说啊 他们都说我是非观不清楚 他他说我 就是因为我在美国 整个的把我这个 他说我现在对于是非的标准啊 他都说都已经很模糊了 比方说再举个例子 他说这个 哎呦 他们那个时候 可没有你这个待遇 吃香的喝辣的 他们都是洗盘子专业的 你知道一开头 他说在洗盘子里 他有个黑人 那个女人 整天一进门啊 说的那个话 那脚脏啊 就是全是F开头的 就是回去 他跟同学发牢骚 他说那餐馆一个黑女人 怎么怎么怎么弄到 然后他说 他那外国同学就说啊 说实际上你们亚洲人呢 对黑人的看法啊 比我们还不堪 他说为什么 说你们跟黑人之间的过节 我们没参与啊 是吧 他就说 你为什么说是黑人 你为什么不说 一个老人 或者小孩 或者个小伙子 或者一个白人 你为什么要说黑人呢 后来他琢磨琢磨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又说是什么呢 他说 说我们中国人 一般到美国啊 可能不会去要饭 就不会当乞丐 因为我们中国人呢 爱面子 他说就这个呢 美国人也跟他争辩 说那不对啊 乞丐是他的工作 一个人乞丐 他讨乞讨的好 这跟尊严没有关系 你看他说我这些个是非观念的 在美国就受到很大的震荡 这个也是有 比如他们的服务生什么的 都是那种 一点不觉得自己是做 从事服务行业 我比你低等 而是说感觉就是 今天我在为你服务 说不定明天你在为我服务 就是每人感觉都是那种 挺有挺 就那样的 那也是个专业嘛 对对对 我觉得美国很奇怪 我 你也在美国住过 一段吧 我觉得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对我来讲美国是个很 没有扁损 是很平常的国家 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平庸 什么叫什么意思 就如果你让我选 哪个地方我待着会最舒服 或者是我强 风光很好 文化很特别怎么样 我大概不会觉得那是美国 我不会选美国 说我要是能住在这就好了 我不会对美国有这种感觉 但是美国是一个 什么人去了 大概也都舒服的地方 就是他第一他不是那么排外 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文化个性 比如说你要去日本待着 你要去奥地利待着 也许你不会住得那么舒服 因为他很强的文化性格 美国比较没有 没有的原因正正是因为 美国文化已经普及全世界 所以任何人去了美国都很怪 你知道那个感觉 就是你觉得这是另一个国家吧 可能会给很多中国人震撼 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熟悉他 反正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的人不爱工作 就或者说比如工作完了 他马上就完全不想工作 多一分钟都不要工作 而且工作呢有时候很混乱 比如我去那个有一条街买东西 我去了只逛了两家店 回去了两次 第一家店是没给我信用卡 当然我脑子也有问题 就我也没人要我信用卡 对但给我留在那 第二家店是我买了三双鞋 给了我两双半 就是就是 你就会觉得我一共才逛了两家店 就是会这样 就他们出错率 对而且他们不算算数 就比如说你给他 你要花75块钱 你给他100 咱们都习惯再给5块 这样不找一个零的吗 就是在找20块钞票 他就不会算了 就是105减75 他不会算了 他就是按100 然后再加5 100先减75 然后再加5 就是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有一点 我有一点 觉得有一点奇怪 就是为什么你看上去 他们都 可是他仍然是在世界上 很 很强的 而且美国 好玩的地方是 美国人已经觉得 自己是很勤奋 很动脑子了 对 就相对于欧洲 像希腊的这些国家 对 或意大利 他们已经是很勤奋的民族 算勤奋了 当然英语世界的人 普遍比欧陆要勤奋 这跟我们中国人怎么比呢 对 所以我们中国人去了美国 去了英国 说人家懒 但是你要知道 在他们白人 那个世界里面 他们会说 他们安格努 萨克逊人的工作伦理 要比欧洲 英国人 美国人是跟你谈起来 说欧洲人 懒 你也好意思 说人家懒 包括我的英文老师 就是他两个 包括我一个朋友 在中国工作过 他们都跟我说 他们绝不会再来中国工作 他说你们工作 简直是疯的 就是你们不休息 你们工作那么长时间 我不能在这种 这样的地方工作 他觉得我没有自己生活了 为什么我要这样 你知道这一切 才三十年 就是三十年前 在西方有个很有名的书 好像一个法国人 英国人写的 就是说 他就对比 就说中国这个国家 这个人 不紧不慢 这种没有 他甚至是说 中国是个没有活在 时间观念里的国家 那个时候他就说 这跟我们 安格努萨克逊人的 这种效率 这种计划性相比 这个国家简直 让人难以忍受 就是停滞的 当时在西方很有影响 但是你看 三十年之后 完全反过 同样是这个人 反过来了 说现在的中国人 比哪个国家的人都急 就说是这个速度感 你看前一阵 我们去英国 感觉英国人 才叫一个悠闲 那我在英国拍戏 我才疯了呢 都是慢动作的工作 对 你觉得美国快点吗 比英国 那还是比英国要 比英国法国都要快一点 就是快一点有限 但是还是快一点 法国 英国那是 就是你不能饿了进餐厅 不能渴了 去喝咖啡 美国总是有一些传说吧 像美国人今天 常常也有些人出来说 美国快完蛋了 因为美国隔几年 就会有人出来预言 美国要完蛋嘛 那么他们现在也很流行 说美国要完蛋 说要输给中国了 因为美国人不勤奋了 怎么样 他们总是回想当年 就19世纪的时候 他们曾经多么的疯狂 曾经多么的上进 然后为了金钱 可以不顾一切 尤其是这个 镀金年代的时候 他们也常常讲这个 但是我总怀疑 他讲的那种 曾经很努力 很上进 很勤奋的美国 跟谁比 是跟谁比的 他那个勤奋程度 有多勤奋呢 因为你仔细看啊 当年他们也许 真的是很卖力工作 但是你回头看 他们那个时候的休闲时间 就你如果从社会史角度 去计算 他们每一个人 每天的休闲时间 其实跟现在差不多 甚至比现在还长 那中国 我觉得现在比较惨的是什么呢 就是相比 要中国是个休闲时间 大概是数一数二的 短的一个国家 都到黄金洲去了 对都去到黄金洲 那我们休闲时间短呢 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好处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相对的 好像速度很高 但是也会带来相对的坏处 这相对的坏处就是 你可能在文化产出上 会变得比较弱 因为所有文化产出 都是从休闲的时候来的 也不促进内需 对吧 内需 进不起 进不起刺激 要不一上华山 华山快塌了 华山都快压塌了 那你觉得他还是一个什么 什么原因让他们发展成这样一个国家 我觉得问题不在他们吧 可能反过来问是什么让我们变成这样 对不对 就三点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怕怕落下 你知道吗 怕落下 就是我 我觉得好像是说 你还是人口太多呀 还是科技的 就是进步什么 就单位时间的效率就说明不好吗 那工作时间长没有产出更大 那就是效率不好 那效率可能就是由 比如科技啊 一个 不是就算一个系统的 那个设计的 是不是科学啊 一小的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轨道 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么害怕落后 一般国民都会说 国家落后就要挨打 然后 竞争不过就要被淘汰 你考试没考好 你就上不了重点大学 整个国家都 好像有一个轨道设定了 大家就得往那个载缝去钻 我常常在想 这30年 这些轨道 各种脑子里的轨道 是怎么出现的 而且一出现 大家就不质疑了 就普遍接受了 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也谈过好几回 就是这几年 你注意 所有的年轻人都会说 大学还没毕业 就想着就是将来要存钱 买车买房 要是没有车 没有房 他结不了婚 这种想法 今天大家都认为 天经地义很普遍 可是回想 10年前的时候 还没人这么想 这10年前 我们不会觉得 这是人生必经之道 我觉得根本问题是 30年以前 是大家都没机会 或者你连知道 你都不知道 日子都是这么过的 对吧 我们大家都一样 住在一个 就是什么 比如纺织部宿舍 我们什么 大家住的房子 什么都是一样的 是 所以你也没什么可想 对吧 但是30年发生了 一个什么事 就告诉你 可以有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不一定谁有 不一定谁没有 这玩意人的心 就惶恐不安了 哪天你发了 对吧 或者你过上什么日子了 我完全也可以 但是我怎么就给落下了 我觉得这个里边 就产生很多焦躁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条河 这个镇 创造了中国 酱酒传奇 古镇老九 上片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九 好 徐老师这次在美国 发现了一个课题 对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强大呢 如果他们都这么 挺慢的 挺懒的 他有一个很好的规则 跟制度 比如说美国人有些东西 在初出去美国的中国人 每个中国人的 就是他们很傻 那什么 入境表格 他入境表格呢 现在已经是新时代的不一样 十几二十年前 我刚去美国 他入境表格 还会问你 是不是共产党员 就冷战时代 然后问你有没有带毒品 问你有没有吸毒 就问你一堆这种问题 每个中国人看了 都觉得太可笑了 说我就是 我不是个共产党员 我还是个吸毒的共产党员 你怎么样 对不对 我就不填 对吧 我骗你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这么傻 这帮人 然后真的是你填了 他就带你到那边问话 你填你不是 他就不管你了 这是什么国家 对 但后来你再待下 你就发现 这是他聪明的地方 他其实把责任全交到你身上 当然有一天 万一你出事了 他就拿着你入境表格看 没错 你怎么当时又说谎呢 怎么样呢 所以他是用一个制度 就是他假设大家都该诚实 假设大家都没有什么心 他节省了很多中间成本 对 节省了那些 如果他不给你填表格的话 你想想看 每个来 他不就一个一个审判 要来审问吗 他让你自己填 你到最后出事了 那那个责任 所有的规章制度 就往你身上集中了 对 还有一次是我 几年前在纽约 我的密码 就是一张卡的密码 就是找不到了 就忘了 然后我就到银行去 我给了他那个 他就给我换密码 他都没有查我的什么证件 什么这些 我当时觉得在美国 存钱太不安全了 那随便谁拿着你的卡 说我要换密码 他就给你换了 可是他可能就是一种信任吧 就是他是有一种信用的机制 当然也有别的成本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确是像你所说的 可能很多人会去骗 或怎么样行骗 但如果真的有人 去拿着你的卡行骗了 你还可以再回去跟银行说 那不是我 那是一个骗子 然后银行也会赔给你 他背后这个成本会很大 但他要省下来的 就是中间的 如果你一旦破坏 自己的信用之后 你的什么东西 都会非常麻烦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 这个王硕写过一个 美国印象 他也在美国待过一阵 他就说 他说他到美国 发现一很奇怪的一事 就是说国内 当年国内很多坏人 都去了美国 但是为什么 他们一到美国 都变成好人了 就都变成守法公民 而且不管是谁 见到他 都给他拍肩膀 说你在这可千万别犯法 说你可千万别犯法 说你一犯法 一辈子就被盯住 他说感觉好像 我的国内是以犯法为生的 行 说千万别犯法 后来他说 好像这些人 那还隐藏这些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这 你要犯个事 你可别找我 就我可绝帮不了你 没人捞你 没人捞你 就说 于是他这 是一个特别守法的 一个社会 就是说 就是因为你 你一旦你犯了这个法 你肯定你的成本太大了 对 你想他还闯过红灯了 我闯过一次 就是我从此不会再敢闯红灯 就是为什么他那个形势感太强了 我刚一越过红灯 因为我认为是黄灯 但实际上是黄灯 红灯变灯 那个时候 我刚一过那条线 后面警车就 就美国电影里那种 就好像抓一个多大的坏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大的一种形势感 就觉得你是犯了天大的坏事 因为只是闯红灯 当然这个会也会杀人了 但是我就是那次之后 就觉得警灵永远在我脑后响起 就是一个警钟长鸣 没错 以后你能拍出这种感觉 是吧 亲身经历了 所以他们的那种蠢跟傻 背后建立起来 就是一整套很有秩序的一个规则系统 他用那个来秩序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允许人当傻子 感谢